Hello,大家好呀,现在是凌晨五点,我现在要去医院,去给何林拍个号,今天那个医院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医生,要有时间带他去看看,就是我为啥笑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焦虑啊,他真的是来自于各个方面,我昨天跟我朋友说,我说何林最近,感觉最近一个月都是有一点轻微的咔嗽, 然后我朋友说,我家孩子是那个治疗体肺炎,现在在医院里天天打针呢,也不见好,然后他把那个症状给我说了,我自己就在网上查了一下,我就越查越觉得跟何林那个症状好像呀,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着,这医院虽然在我们家跟前,但我还是一次都没来过这么大的医院,还找不到路。 现在是把票打上了,回家睡一觉,等八点半的时候再来。 哇,从今天凌晨五点跑到现在,才刚好闲下来能干活,然后现在来学院发个快递,然后上几节课。 哇,我说现在离预产期刚好剩一个月了,本来已经不上课了,但是有几个孩子,他11月20多号的时候要考那个等级考试,所以孩子也比较着急一些,所以就是能坚持到最后就坚持到最后。 我从今天凌晨到现在,唯一的想法啊,就是要是家里有一个女孩的话,这就行了,人生就已经非常圆满了,千万不敢要二胎。 如果自己本身还有工作,或者说是家里没有人帮忙看孩子的话啊,那就千万不敢考虑二胎,太可怕了。 就二胎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啊,就像和铃现在生病了,都能把我累个半死,这到时候二胎要是出来的话,要是有这个头头脑热的时候,我感觉我得把我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工作,一部分看大包,一部分看二包。 就怀和铃的时候,还有养和铃的过程中,就觉得已经能体会到那种,为人父母的那种开心啊,就像怀孕的时候啊,每天真的心态靠好了,就挺开心的,我天哪,画这个二包真的,也不知道是因为男孩的原因。 妈妈母体的这些,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说是真的,我从怀孕到现在,这已经快生了啊,一点都没感受到那种快乐,还有幸福。 咱们看看今年这十个月,发的快递费,光快递费,16万多。 这两天,在我这买东西的阶线,大部分都会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说,你啥时候能发就发,看身体情况,不能发也没关系,我说一声就好了。 好吗? 好吗? 这一周之呢是各种区医院 现在还成了住院了 何琳呢 我们现在住的医院里面就叫住院 住院 医生说回去的时候才能回去 你想啥时候回去呢 今天就想回去呢 今天可能回不去 什么时候回家呢 什么日子回家呢 可能后天回家吧 什么意思 包子的味道 那你吃嘛 你快吃 像吃包子一样 往上再放一点 主打一个心情愉快 再往上放 往鼻子上那边放一点 出去转一下 这些都是别的小朋友住的房间 我们房是小狗 我们房是小狗 你看一下 小青蛙是几号 真棒 吃饭的啊 吃完饭以后把 吃完饭以后把那个盘子放到这 小猪是几号呢 你再看一下是六还是几 七 对 何林最喜欢写的七 看最后一个房间 是谁呀 哪个小朋友在最后一个房间呀 小牛 小牛是几号 好的 走了 何林你看这在医院这生活怎么样 有点好玩 宝宝这次生完病以后 身体就更强壮了 是不是 现在快生完病了 快好了 好了以后像谁一样强壮 小妈妈也强壮 在看虾呢 在看虾呢 还有虾呢 虾在这里 小虾呢 看那对边还有个小朋友也在那看 你看那有个小朋友也在那看 现在医院里面还是不能进店房 看孩子 然后何林爸爸 等会儿就来 何林想爸爸吗 想爸爸 是吗 是吗 你想爸爸给你干啥呢 一起看鱼 一起看鱼 好那等会儿就让爸爸进来给你一起看鱼 妈妈呢 妈妈也给你一起看 都男奶奶 大家都一起看鱼 你把口罩往上 没关系 没关系 爸爸 再说 这是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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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拼 拼 我跟他有肺癌的 但是你看肝他有肌肉 不是 肝液 不行 我不能跟他一起想 眼睛不行 我都想看眼睛 姐姐 我都想看眼睛 爸爸眼睛 眼睛 照项眼睛 父親眼睛 眼睛 眼睛 在眼睛 蛋黄眼睛 眼睛 在眼睛 眼睛 完蛋了 你还没好了吗 你爷爷今天说 你吃什么东西 馒头 馒头吧 我把你打给 其六菜 他们花了 就让你去打里面 爸爸给你打里面 你又要去看 再跟爸爸看一下小鱼 咱们上去吃 有人给我们摸过吗